人莫不饮食也 显能知味也 助真修入策 流传千古者 为之美食家 食物 可亏性格 可探心境 四位先生 有据可考 有声有色 再献先生笔下的美食 重拾美食里的先生 要写出一部名著 需要具备什么呢 财气 阅历 或许还有穷 伟大的作家们大多有跌宕的命运 对曹雪芹而言 自胜而衰的人生 固然十分坎坷 但没有这样的际遇 也许就不会有那部伟大的红楼梦了 早年锦衣玉食的曹公子 少时随家人迁回北京 住在重温门外算是口 有老宅房屋十七间半 家仆三对 还有亲戚 关照着介绍工作 先做内庭侍卫 后又到右翼宗学任职 这小日子嘛 过得也算舒适 红楼梦的写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宗学里满是皇室子弟 曹雪芹在这儿和宗室公子哥们一起 行的是满族人的规矩 饮食上也是典型的满族习惯 骑马打天下的满族人最爱解十刀割肉 大快夺一 简单粗犷的制作方式 更适合他们的性格与生活环境 最典型的莫过于烧烤 入关后 这种烹调方式也一路带到了北京 《红楼梦》里就记下了大观园里公子小姐们 烧烤鹿肉的情节 湘云一面吃 一面说道 我吃这个方爱吃酒 吃了酒才有诗 若不是这鹿肉 今儿断不能作诗 莫得什么事情是吃烤烤不难解决力 报告写《红楼梦》 后来 受汉文化的影响 满人用篝火烤肉的习惯 逐渐转为用烧果木的炉子来烤 野味也变成了更容易获取的家畜 烤鹿肉变成烤炉肉 做法更加精细讲究 乾隆年间的《地精碎食祭圣》里 已将烤炉肉和著名的烤鸭并成 可见那时 炉肉已经深受满清贵族喜爱 炉肉制作复杂 可不是自己在家动手就能吃到的 从预制开始 就要花费很多功夫 三层精五花 扎孔 柔松 盐的渗透压作用 让肉的蛋白质结构发生变化 充分地按摩 让五花肉质地变得疏松 盐分更易吸收 晾着两天 将肉中的水分晾干 五花肉便有了一个新名字 响皮肉 这才是制作炉肉的标准原料 把晾晒的这个肉晾到什么份上 在这阴凉通风的地方 拿手一敲 发出通通的响声 让干了以后才便于烤制 像这种肉啊 这就差不多了 敲着 水分减少的响皮肉 入炉才能烤得酥脆紧实 过程中 需要有经验的厨师 守着炉子不时翻面 保证受火均匀适度 这是一场持续两个小时的 人与火的较量 轻轻一戳 油脂渗出又不至油腻 就到时候了 将多余的油脂通过蒸制逼出 粉丝和酸菜铺底 马上片好的卤肉 再淋上包制六小时的肉汤 只需短短十分钟 酸菜中和了卤肉的腻 浸润在高汤中的卤肉 在尺尖释放出极致鲜味 菊花酸菜炉肉锅 这是养生达人慈禧的痛快 在曹雪芹的年代 能吃上这道菜的 那就表明不是一般人哪 而今在部分讲究的精彩馆子里 也能一饱口福 何以节用 唯有吃肉味 在京任职的生活不算辛苦 施展才华的空间却有限 虽然郁闷 曹公可不像向林嫂指挥抱怨 他呀 开始写书 为规格女子招传 但白天当差 夜晚写作的日子 差点就让这部千古奇书 满产了 三十三岁追梦 似乎晚了些 可曹雪芹 还是毅然回到西郊 专心写作 但差事没了 最现实的问题是 生活开始变得拮据 满镜彭薅老不滑 举家十周九长设 常人眼中的贫苦生活 曹公子却是悠然自得 拥有一双巧手的他 经常琢磨些 让生活更有乐趣的事 热爱研究美食的他 也会动手做些创意的点心 取五月桃枝西瓜枝 亦然亦思路之使劲 更以文火兼至七八分 食教堂细练 生活美学家曹雪芹 无论何种境遇 都不忘将日子 过得精致美好 而记忆里那些 最为精致奢华的美食 文学家曹雪芹 都精心编撰 放进《红楼梦》中 这作用回忆和想象 建筑的美食大观园 至今还让人反复研究 叹为观止 点心是书中 精致美食的代表 常常点缀在情节里 寻常难以见到的宫廷糕点 在书中只是日用食物 富贵程度 真是难以想象啊 《红楼梦》中 就曾记录着贾母 给家里的戏班子 赏赐月饼的情节 贾母道 这还不大好 须得捡纳 取谱越慢地吹来越好 说着便将自己吃的一个 内造瓜仁油松嚷月饼 又命真一大杯热酒 送给普迪之人 贾母的内造瓜仁油松嚷月饼 其实就是瓜仁油松饼 是内务府每年中秋十节 制作的宫廷细典 代表皇上的恩典 只要细数其中设计的食材 就知道独一般 松仁 南瓜仁 西瓜仁 核桃仁等 十二种材料制成的线心 口感丰富 坚果烤熟捣碎后 香气四溢 或以切碎的果料拌匀 饱满的内馅造就了多变的口感 咸甜比例 恰如其分 表皮手工开酥 水皮与油心层层叠叠 绵软轻盈 酥 脆 软 绵 浓缩入一块小小的菠菠 像我当年在宫廷当菜的时候 最喜欢吃的就是这道点心 《红楼梦》中出圈的宫廷美食 远不止这一道 甲妃醒亲时 赐给宝玉一道糖蒸酥辣 也是不折不扣的贵族专属 鲜牛奶加入白糖 在80摄氏度下匀速搅拌 过快会打散蛋白质结构 造成乳汁分离 影响口感 往牛奶中加入米酒汁 米酒中的根维菌产生酸凝乳 酸性物质已经烘烤加热 蛋白质就会变性凝固 不同于古代的蒸 现代的糖蒸酥酪 采用上烘下烤的方式 乃至更加细腻嫩化 这道曾经流行于元明清三朝的皇家珍品 在没有冰箱的古代 需要使用轿冰冷藏凝固成洞才能食用 即便是官宦俱富也难得一尝 可以说一碗奶酪便是身份的象征 一个香入肺腑 一个雪白赛夫 寡人油松 咸酥绵软 糖蒸酥酪 滑嫩细腻 曹公笔下的大观园内 这样象征身份与贵气的美食 数不胜数 精致各异 远离荣华 专心写作的曹公 喝着最简单的粥 却写出最华美的烟 在最困窘的底层 写繁华的衰败 曹雪芹将这部心血之作 批阅十载 增山五次 生活每况愈下 笔下却步步升华 为了他想说出的话 想纪念的人 他对现实里的苦难 甘之若疑 命运多船 文采风流 他用尽心力 成就了这部最可叹息的 《传世明篇》 满指荒唐盐 一把心酸泪 兜云坐这吃 谁解其中味 下一集 来看看被贬到中州的白居易 在要啥没啥的苦地方 还能乐天吗 那却是 要是能尝到这道菜 我肯定是喜欢的 《传世明篇》 《传世明篇》